前美國總統川普 再度陷入桃色風暴 遭79歲專欄作家指控性侵 當地時間9號 紐約法院陪審團作出判決 裁定川普兩項罪名成立 必須賠償專欄作家500萬美金 折合台幣1.53億 走出法庭面帶微笑 鏡頭前這名短髮女子 就是指控川普性侵的專欄作家 他向陪審團痛訴 遭川普性侵後身心飽受煎熬 不過川普否認到底 更表示根本不認識這位專欄作家 判決出爐立刻在社群平台上 po文痛批 這是場不公平的審判 從三月底遭大陪審團起訴後 川普官司纏身 但部分專家認為即便被定罪 也很難動搖核心支持者 反而讓川普成功塑造被迫害者形象 民調不降反身 2024年總統大選依舊充滿變數 三里新聞環宣報導 平時過五次 請順便 平時 以上 用 付英子